那在今天跟明天的白天 天氣上還是屬於比較晴朗穩定的天氣 那天氣變化就是從明天的下半天 一直到16號會有一道封面跟東北季風增強 整個的水氣稍微是比較多一點 那可以從溫馨雲圖可以看到 台灣的上空都是屬於雲量偏少 晴朗穩定的天氣 那因此在今天清晨還是有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 最低溫在新竹的額梅有來到7.2度 那在整個西半部高雄以北 都有一些局部的10度以下的這個低溫發生 那今天的白天溫度呢 因為天氣相當的晴朗 預計在西半部地區的高溫都可以來到27到29度 東半部也有2526度的這個高溫 不過特別要提醒由於整個水氣都是比較偏乾的 因此在今天晚上露夜到明天清晨呢 中部以北的這個低溫還是會來到12、13度 其他地區大約14度到18度的這個低溫 那局部地區像彰化以北 局部地區仍然有接近快11、12度 或者是10度的低溫 日夜溫差是相當大的 請大家要留意 請大家分享一下 請大家分享一下